教育是属于全民主共有的 它不是任何种族政治团体的附属品 所以教育应该是以专业来办理 而不是以政治去处理 您好 您正在收听榴莲台 榴莲FM 我是苏德森 榴莲当头 我是颜颜 最高赞 我是申请 天马行风 我是申请 好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呢 其实今天的东方日报上有一篇加码的文章 加码的文章呢 主要是说华人入阁的弱势平衡策略的应用 其实也符合今天我们的话题 内阁改组那级的弱势平衡了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内阁改组 我说了这个 内阁改组 刘振东把它叫做不是什么改组 这是个增原 增加肥度 我昨天也看到一个小漫画 就是说他们画那个开会的桌子 就画得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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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面呢还要pass一个给主席的位置 一个望远镜 对对对 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漫画 说从内阁的这个改组来看 就是说 也不像刘振东所说的那样 就是纳吉把几个表现不好的换掉 就换掉换谁呢 换马王 换民政党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对那当初我们以为是会换掉来让马华进去 就是会调整会有人会落榜 但是后来发现完全没有 大家都坐得稳稳的这个位置 对所以这个对纳吉来讲 这就是一个平衡 就是我我我就是要你进来罢了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位给你 就是给你一个首相署部长 这首相署部长呢 就是首相的十大秘书 对吧 十大秘书从八个秘书不够 从八个秘书增加到十个秘书 就十大秘书 就这么而已 那么这个华人入阁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一个一个迷思呢 怎么说迷思呢 这迷思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老要谈华人入阁呢 只要是马来西亚人都可以入阁 对不对 只要你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公民 你都能够入阁 你都有机会 你都有资格这个入阁 更何况在这个马华民政入阁之前 已经有两个华人了 一个就是首相主带 这个部长刘胜权 刘胜权 另外一个就是越卷成 这个教育部副部长 可是不是来自马华的 他为什么一定要来自马华人 马华有代表性 对啊 他来自图堡岛也可以 他来自武统的华人也不错 不行 对吧 一定要马华 马华代表马来西亚华人 哪一个文件上面写着 马华代表马来西亚华人 你今天在路上 你问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你说马华代表马来西亚华人 他就马上 直接就是 吐一口口水 吐一口口水 跟你说话 你问这个马华代表华人 最好你去问秋光 要你去问小白 马华代表代表华人 肯定说不了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共识 不用我多解释 但是你 你为什么说 当有华人在那时候 你说 那个没有华人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声音不能落出来 你看我们一直说 配 马华不代表华人 然后也 不入不入个 也不管我是 但是你一看一路过的之后 整个媒体报章 以你说的说法 就吃了伟哥 铺天盖地的 全部都是马华的新闻 你看很多他们的照片 好像是个华社的 大喜事的感觉 对 而且人们又忘了 过去说自己说过的话 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就是我们希望马华 在那个里面 有出色的表现 什么能够把华人的声音 给带进去 如何如何 这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经过了308 经过了505 就那么久了 我们还在强调什么华人的声音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我们这是烟团社会 对吧 我不能批评你强调华人的声音 是因为我了解你 为什么要强调华人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烟团的社会 那烟团社会呢 就是要由烟团顶端的那些精英 替你发声 那那个华人社会有自己的烟团 马来社会也有他自己的烟团 对吧 甚至英语圈里面也有他不同的烟团 大烟团里面可能还套小烟团 对吧 所以这些咱们理解 那你今天你说了 经过了308 也经过了505 都说你要 要这个改变思维啊 什么的 你思维改变了吗 但是我觉得不但没改变 而且退回100年了 我不是像说台湾退回到1998年 我们就退回100多年了 为什么我们退回到哪了呢 我们退回到这个假币单时代了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 这个魏家强 就是要是这个首相署部长负责 负责那个什么华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等等的 这一些 这一些是不是就表明了 我们退回到了这个假币单时代了 我们还能够记起来吗 过去为什么英国人要设立假币单 要设立这个华人事务官呢 那今天我们要用同样的一种方式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逃离这个 这个烟通政治 逃离这个烟通社会的现实状况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去刚刚说了改变思维 这个已经是我们知道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大家这个思维已经太根深蒂固了 那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感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去传遍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首先要了解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就是华人入阁 这个当然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 就让大家都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也不可能让这个整个中文报纸 不吞下这里伪格 对吧 他还是要吞下去了 但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假议题 这个假议题 这个假议题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想说它是个假议题 是因为我们当时谈很多课题的时候 我们跟这个行动党的领袖 跟什么领袖 都打电话说 你不要谈这个伊斯兰形式法 这是假议题 这假议题 所以我说这个华人入阁也是假议题 但是它成的真的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事情了 你说它假 但是它就成真了 有好几个方面的假 第一个华人 华人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很假的 什么叫华人 那当有华人 想象的共同体 对 就是想象的共同体 就是你没有办法 今天谈到这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谈 好像是华人入阁 他的新鲜点在哪 他的弱势平衡的新鲜点在哪 OK 我们讲他的 我们这件事情的新鲜点在哪 这件事情就是说 首先来讲 华人入阁 是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 咱们来谈 你要从几个角 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很难选择 我个人觉得是个坏事 但是以整个华社来说是个好事 咱们三人是商量 你觉得坏事 爷爷你觉得华人入阁 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咱也没有好事 也没有坏事 正常事务当中的一件事情 一件正常的事情 OK 我就告诉你 首先刘振东他就告诉你了 他说纳吉的这次改组 第一 第一 就是错失了一个改革良机 我不知道错失了什么改革良机 因为他不知道 他希望 既希望纳吉到底要改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这个巫统 也没有改革的政治意愿 这个是一个说辞 这巫统改没改 我现在反过来 我现在反过来看巫统比你行动党 比你马华改的地方 还多的多了去了 他哪方面都改了 他好多方面都改了 他选举首先就改了 从一个原来的那种选举方式 来到一个半直选的方式 是他改了 对不对 他整个政治策略他也改了 他现在用了好多外围组织 是不是 他整个策略改了 他现在好多法律 一连串的十几个法律 他都在改了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增值税 他也在推动了 对吧 所以乌董阿搞的这个什么 你别忘了 他那个土著经济大会 经济政策什么 他全部都在改了 他改了好多东西了 但你改了啥 你说说你行动党 就是把copy paste 还不是照样子在进行 你的整个选举过程 跟40年前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所以没有改 但是我所谈到的 就是说你现在讲华人入阁 华人入阁的之后 华人就有了权力了吗 你在内阁里面 你就真的是能体现到你的权力吗 其实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 华人入阁之后 他只是形式上的入阁 但权力上还没有真正的 能够把握住那个权力 但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刘正东 他就去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入阁还不算 真的有权力 你要进到这个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 你才算是有权力 那是管经济的那个机构 那才还算是有点权力 我这么一看 果然那个经济理事会里面 一个华人都没有 他一个华人都没有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状况 除了这个状况之外 你就进了内阁之后 你有什么权力呢 你就算你是一个部长 魏家祥做了一个首相署部长 那首相署部长手上那一丁点的权力 他也是首相给的 对不对 是 那首相是什么人呢 马来人 马来人 所以那天 昨天我们还在谈这个官员公司 所有的官员公司的主席 都是马来人 都是马来人 这个大家都是一种 军队的总司令 社会契约的 总机长 都是 对吧 毕竟他们也是国家最大的族群 对对对 我不是说最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国家 设置了这个族群的这个烟囱 好 现在我们的线上 有我们的联系人家宾 是廖国华先生 他也是龙雪华 唐人权委员会的主席 也是一个时事评论员 廖先生您好 早晨好 早早晨好 早晨好 廖先生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 马华一入阁之后 这个媒体 媒体都像是吃了伟哥 就是铺天盖地 都是马华的消息 礼拜六有一个题目 我觉得那天 我还看到你自己 在上面也说了一句话 这个题目就是 马华新部长扛起华叫 对吧 还记得吗 对对对 算算就什么看了 我先想所谓的内阁 根据这个西米市的 这个政治制度 这个内阁是国家的 一个最高决策机构 它不应该是一个 政治筹兵的一个机构 它不应该是 给了安抚其他的派系 给了拉拢收编其他的派系 而无限地把这个内阁放大 所以你看今天很简单 我们就讲这个魏家乡和马修强吧 他们两个人是首相使内阁部长 那么他们到底还搞不清楚 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甚至连office都没有 办公室都没有 只能够有临时办公室 所以你看这个根本就是 整个政治的安排 其实就是开玩笑的 这就已经犹如了 这个所谓内阁是国家最高的 决策单位 我现在觉得 这种内阁其实是开玩笑的 将来一个内阁 你将带你一个国家前进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宽 这种 这种 没有人进没有人出的内阁 对对对 国化 你看到这么一种改 改组内阁的方式 是不是觉得就是 纳吉好像不敢动 他内阁部长的什么人 对吧 对啊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他内阁已经变成 安排不同派系的一个 对对对 然后就是 他拉拢不同派系 他主要的目的 其中有一个 应该是让各种派系 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是不要哪边太重 哪边太弱 这样子就 这样子就不稳 不稳定 有没有这种因素在 当然 内阁 他必须要所有的派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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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 大家都能够接受 但是你除了考虑这点 所以你还是要考虑 这个内阁的能力 你不能无限扩大 无限增加部门 你这个内 首相署有时 各部长 就已经是很莫名其妙了 因为根据内阁 这个内阁 首相 他其实就是 所谓的 leader among the peer 他不是所谓的部长里面的领袖 他是部长同僚之间的领袖 他并不是其他部长的上司 所以你现在必然有首相署 竟然有首相署 我觉得就很不应该了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首相署 你说的是这个设计部长 他们负责什么单位呢 比如说那个 Nancy 你是负责法律事务的 不是这样吗 你今天在东方写的 这个刘胜权负责 所以但是我同意我们 学个一个法律事务的部长 那所以为什么不能够 自己成为一个部门呢 必须要输入首相署里面 那个单位呢 刘胜权好像是负责反贪的 对对对对对 是我的错 所以你看你好像没有人 搞得清早的负责 对对对对 但是所以说六先生 你认为呢 现在那个改组 是不是应该先把 在那个位置上 干得不太好的人 把它拽下来 然后再让马华 去解决民政那一个 然后上来才对啊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呢 不好了你就下来嘛 你已经一年了 你一定有足够的机会表现 表现好 你要放下来 但是把不好的 拉下来之后 你知道现在放上这六个 就是好的吗 也不见得 我投给了这个 这个不见得 这些人会比那种 要换下来的好 对啊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 无限放大这个内容 我们内阁的人数 这是一个点啊 国华还有第二个点啊 还有第二个点 就是这个曼吉的内阁 真的需要这几个 这六位华裔吗 他真的需要吗 没有这个国家就 就就运作不了吗 是 我觉得呢 既然我们没有这个 这个其实所谓的内阁 其实指振部长 副部长其实 对对 不在内阁 他们基本上就是学中部长 处理事务了 所以我们国家 没有这个 所以两位新部长 两位三位 三位新部长 已经做了一年多 所以他们进了 有什么大改变啊 大概也大家看不到啦 甚至你看那两位新部长 还不知道自己 具体负责什么任务 你就知道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真正仇劳了 真正安抚 真正拉拢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其实没有这几个部长的话呢 这个机构还是照常运作的 对吧 照常运作 对对对 有顶多 我就就把那个玄空的 那个黑山木定 那个交通部长 给回给廖钟来 也就算了嘛 对吧 其实 但是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纳吉 又非要把他们 给拉进来不可呢 当然这个是 一个 我记得那个政治安抚吧 政治安抚 这个第一 马秀强那个是一个 所谓的大选的 你说的好听 是政治承诺了 他说不好听 就是一个政治会险 但是他答应的说 如果马秀强胜了 他会认他做部长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马秀强就当了部长 然后马华基本上 是一个政治安抚 政治安抚 在所谓是 而且华人代表之类的 可是当初他们自己 自己才说不要入阁嘛 那当初 对对对 那当初也说 也有这样子提到 那你觉得说 是不是为什么 当初说不要入阁 现在又要入阁的时候 他又得要跟着 你们这样子的医院转变 而去 还另外开多几个位置 给他们呢 但是我们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从马华来讲 他挤着要入阁 挤破头要入阁 要做官 这个咱们理解 对吧 这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 那只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让马华入阁呢 对国阵是有用的 是有作用的 是有好处的 这是第一 但是第二呢 马华本身入阁呢 实际上呢 对马华来讲呢 是不太好的 就是纵观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 我们看505到现在 已经一年了嘛 对吧 这一年来 马华没有入阁的情况下 行动囊很寂寞 我有看你今天写的 所以我是不太同意 你跟他第二个观点 来来来 来说什么 你会是如果同意 这样好的第二个观点 可以有一个承探 互相交流一下 所以我讲上去 我就说 这一年里面 因为马华没有在政团上 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没有能够出声的话 行动党很寂寞 而且行动党 很多很多的弱点都 一个一个都暴露出来了 什么买Mercedes 什么这个 又是五八鸟 然后又是 这个 这个 槟城 这个 这个调稿水费 然后又是雪州公正党内斗 打得不宜乐乎 对吧 就是公正党内部 拉弯得大拉弯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都都让 都让这个雪梅 成了焦点 感觉到 现在我们 过去的年代 是谈 巫统怎么烂 谈国阵怎么烂 现在的年代呢 也开始谈 这个明年怎么烂 对吧 所以这样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马华 不入阁的话呢 对国阵来 对马华来讲呢 对他起死回生来讲呢 是更好的一件事 是不是这一点 廖先生是不同意 加码的说法的 我觉得第一 当然马华成为 有当务部长之外 这个当前派就有更多的资源 收篇党内的不同派系了 所以马华这个当前派 当然希望能够有部长 所以部长他跟其他的派系都 党真的话就 就算上风了 因为他有更多的资源收买这个 这个收篇 然后收篇不同的派系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呢 所有的政府都必须受到人民的批评 我觉得我们很清楚 很清楚我们批评的是政府 中央的政府是国政 我们批评的就是这个政府 水州的政府是明年 我们批评的是这个政府 冰州的政府是行动场主导 我们批评的是这个政府 我们从来不是因为他是明年 我们所以批评他 他是国政所以批评他 他是明年我们不批评他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很清楚 我觉得你所指的我们是小众 而不是我所理解的大众 大众不是这样 大众你讲明年 你批评明年 你就是红豆兵 这是我的感觉 大众是这种感觉 小众是像你这种 比较有理智的人 我觉得当然 我觉得那些所谓的那种粉丝 其实也不算是很多 不会是很多了 当然他们通过肉麻 我继续发言 也会给人家感觉 他们是赞多数 但是我认为 实际上他们不是多数 不是多数 但是不是多数 但是我觉得这个 暂时我们讨论这个 讨论这个内阁 我同意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马华入格购后 其实一些对国政的不满 就会发现在马华身上 这个的确是事实 也会让这个武统 少一些建法 这个也是事实 我觉得在政策上 它的确是有这样的作用 这样的作用 比如一些人 一些评论人 所谓的评论人 他这样直接攻武总 他可能不敢 他总是最多打一些擦边球 但是如果是说攻马华之类的 他就可能会比较大 比较敢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也是这样 让我踩马华 我就多踩两脚 对吧 你让我踩武统 我就更远一点 都会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马华会 当然会面对更多 更多 你不能再说 哇 我不在政府里面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的辩词 现在你就不能这样了 所以第一个 面对的所谓的挑战 可能就是那个 五十亿个这个 识训学院的学生 是我师范大学的学生 那个派系工作 你看这个 你只要讲 一部长之尊 有新的部长之尊 但是你看起来 那个副部长 越成坚 没有给他很大的面子 当然 因为你讲 你不要把我讲 我都大概 你也别急 国华你也别急 万一再过多几天 过多一两个星期 这个魏家翔解决了 这五十一个 就派到国中去 派到国民行中学去了 那个时候 你要不要感谢马华 是 我觉得 这肯定成功能够解决 这第一个是 你做出给马华吧 做出给魏家翔 我觉得 不我就是说 你今天魏家翔 能讲那个话 就是说 那些十岁学是成人的 他们是决定 要不要去报一报 我觉得你这样子 就把所谓的 这种政治的东西 你就算他去到那 报到完了之后 我再改一个调派 就派你去国中 派你去国民行中学 你不还给老老实实过去吗 对啊 你这个当一起会谈里面的 教育部任务所长在 教育总监也在 他们就给一个下令说 OK 暂时不报到 就把问题暂时解决 马上是处理掉嘛 但是没有啊 每个暂缓处理 但是你没有啊 你连这个 这个这样简单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给你动作 你都不给 我就觉得 你就看了当地 魏家翔是 其实真的 大家并不把他谈一回事了 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 我还以为 那个最基本的 魏家翔已经是 未来的华人的新兴了 你知道吗 老华的新兴了 他很快就会取代 廖钟来 就就就就这个了 对吗 而且翔强是说 我是会学会 做老二的哲学的 这些台词你也会了 爷爷你真不简单 这台词你也会了 OK 但但问题是这样子 我的看法 还是你刚才说了 你同意我这个说法 就作为剑靶啊 什么的这个说法 但是你看到 既然你作为剑靶了的话呢 将来这个巫统来炒作的 巫统的几个课题 你都熟悉了 什么这个宗教课题了 是吧 这个伊斯兰刑法课题了 对吧 这是你都熟悉了 然后就是攻DAP了 说DAP是杀文主义了 等等的这些课题 对吧 但有马华在 这个火箭也是吃了伟哥了 就是蒙打马华 这整个华人社会 就开始护着火箭 就一起来打马华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就在这个整个马来西亚社会造成了 就是啊 你看马来人看到 华人这边 这个又反糊涂了 又这个又那个 就这样子一来 这个谁投大 这个伊斯兰党投大 然后这个PKR 这个公正党也投大了 这个我觉得是纳吉最想看到的一件事 这可能性 我想可能会存在吧 这是计划呀 不是可能性存在呀 这是策略部署啊 这就是确实平衡策略的应用啊 但是这也是有先生的看法呀 我没说不是他的看法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政治的任何方程式里面 大家都不会把马华放进这个方程式里面了 所以以国线里面呢 其实大家都不把马华放在里面 我觉得纳吉把马华纳入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国政的分享 政权的一个所谓理论 然后他当然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想稳住一些华人票 然后28000也好 38000也好 不不不这我完全不同意 华人票什么28000 我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你23个发现你全部投给明年的话 你也不见得能够赢 对吗 是不不能够 但是你会还是会影响的 还是一些关键险期 你还是会有些影响的 政策上已经是 不是关键险期 但是我不想付出什么代价 现在的政治都已经是精算政治 他已经算得好好的了 有多一共一共这国会议席 222个席位 然后700多个这个什么州议席 一共给你多少 你爱拿去 不给冰档拿去 那个是不对你拿去 什么他都已经算完了 算到最后他知道了自己 能拿多少席 对吧 这方面我的确同意 但是我觉得如果 那多少个有想着 要稳定一些基本款的 他稳定基本盘 就是靠怎么样去打击 伊斯兰党跟公正党 他就能够稳定基本盘 怎么样打击伊斯兰党和公正党呢 这就要行动党跟马华去表演 是的确 他的确这个回家 回家党如果再继续这种 这种政策呢 他基本上会流出一些华人票 这个是不需要否认 不需要否认 这个这个的确是事实 也会连累到 所谓他的门友 流出一些华人票 我觉得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 他都是 这种流出一些华人票 跟马华在不在内阁 我觉得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这是我可能 我是本家嘛 最大的看法 差别是在这里 我的话往往是 是慢熟的 就是煮青蛙式的 过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 知道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 你认为 你认为马华入阁 在纳基方面考量 或不同这方面考量 是怎样考量的点 我其实主要是 所谓的 所谓的国政模式 还是有效啊 他主要传到这个信息 国政模式 还是有效啊 他 他也是要 需要像东马 就是表示说 国政模式 还是有效啊 那你说 如果 如果这是他的 国政模式的话 那明年模式 会不会也是差不多呢 也是这样的 或者是 不是这样的模式呢 你明年基本上 政策基本上 在联盟政策里面 当然会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 分享政权啊 你每一个党 都会有代表 在政府里面 这个 基本上 这个是 这个联盟政策 基本上 的确会有这样的现象啊 不完全不显现于人啊 联盟政策 有时 他有他的 他的 纪限啊 这点 我们可以接受 也可以了解 但是 但是 我觉得我们 唐元国政的时候 他其实 现在 现在 你可以看出国政现在玩的 不再是种族牌 是宗教牌 宗教牌 你 唯一和你的 你的打击对象 就是所谓的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在东马 其实是 那个影响力 其实是超过华人的 他是要 他是要安抚一些 东马的票员 说我们这个国政模式 还是有效的 虽然你可能是很少 国会议席之类的 什么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给你 当部长 能够在你国政 在这个 这个内阁里面 上情下达之类 所以我觉得 他的国政模式呢 其实是 也是要告诉 特别是告诉这个 西马 东马的政党 沙巴沙巴的政党 这个国政模式 还是有效的 我觉得他的考量 是在这里 在这里 那么他对于 华人的基本盘来说 他也想通过马华来 来保证多多少少的 那些华人的政策 对对对 他不想 他没有人会想 流失所有的票员 我给一点点的利益 我就能够稳住一些票 当然是 这个精算里面 是真的做的 他就会做了 但是感觉上 华社好像并没有 太在意这件事情 是吧 对啊 并没有太在意 可是纳吉 不知道这件事吗 大概 大家比较高 现在可能一些 一些 就是 会给警察部长来开幕 部长开幕 都来开始吃票了 大概就是 这样的期待罢了 那至少 至少华社的 基本的民众 他是也许 不太支持这样的 想法 也许是这些华团 或者社团 这些人 他会支持 马华的这些想法的 或支持 国政政府 这些想法的 好 谢谢 谢谢 你不是说 你还需要说吗 要补充吗 要补充吗 要补充的 嗯 啊 好 好好好 好 我们非常感谢 廖学生今天跟我们 谢谢啊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好 刚才和廖先生谈了很多 也是很激烈的 双方的意见的一个互相的冲突 不过感觉到 如果是加码的意见 和廖先生的意见 加在起来时 整个内容就完美了 是整个内容的清除 那就把我给清除了 有充足性了 还是两个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廖先生是 是所谓的传统嘛 那我 我是所谓是 这个 太前卫了 比较 不敢说前卫 比较说反传统 可以吧 说前卫 咱们有点自夸自卖 对不对 嗯 但是 听在听众的耳朵里 应该听众有自己的感受和感觉了 你们给我留言 留言我一下 给个赞 前卫其实是贬义来的 我的用词 哈哈 各个都学得那么坏 不过我是觉得说 都有不同的观点 也是好事 那他刚才提出了一个叫做国振模式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国振模式一开始就是政权分享 所谓政权分享里面 他这个模式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族群分享 是 族群分享 我就在想说 这个所谓的族群共享 或者这个权力分享 其实感觉更多是 有个门面功夫 只是要做一个门面 让你看一看 你说话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 有个橱窗的感觉 对 橱窗 就好像行动党里面 就有一些 你看 你说我 你说我发现 我白脸 你就说 这个国政政府 只是偏帮一个组织 没有 你看看 我们有华人的 这样子 至少有一个橱窗的作用 是吧 好 我们 现在我们的现象呢 有我们另外的一位 连性嘉宾是吴燕华先生 他是自身媒体人 今天我们两个华 吴燕先生你好 早晨好 早 大家好 就谈到最热门的马华课题了 现在马华入阁 那马华入阁呢 就有人欢喜 有人忧啊 对吧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 就是媒体 是非常的欢喜 就吃了伟哥 铺天盖地 都是马华的消息 是这样 我没看 我没读 我没读啊 但你是老爆人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用读 你都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马华重新入阁之后呢 他就很成功的 就成为了 行动党的一个剑靶了 就是又开始了 本来行动党呢 一直要打要骂 都没有地方 现在终于有了 自己的对手了 这样子 当然那政坛也就热闹了 中文棒的也会好迈了 但是这样来看 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是 其实如果我是 马华的这个老大的话 我就坚持不入阁 那当然 现在马华老大 都喜欢当部长 对吧 这个咱们也明白 但是我是马华老大 我就不入阁 我让行动 也不定然 也很多华社 这个也要求马华入阁 这个必须要 这个公平的讲一下 因为 对不起 我就打仓了 因为 因为 曾经在 这个 今年的之前 三页四页 或者更早之前 就是去年 这个 尤其是马华 这个决定是不入阁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这华团代表 都会做出很多服务 我想大家 不会忘记 应该是 包括说这个 这个工商联合总会 这个 这个 不同的相传 等等 都有提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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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法 那么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以目前 我们国家的 这个 这个 行政 行政 单位来看 其实入不入阁 其实作用 这个 差不多 多少 是了 因为现在 我们的国家 这个 在管理 这个方面来讲 内阶 其实已经 不是权力的核心 真正 在管理这个国家 其实在首相署了 因为 首相署已经 膨胀的很大了 因为 除了说 这个首相署 本身有这个 首相署的这个部长 大家已经扩大成为 有十个部长那么多 但更重要 是管理当中里面 其他 是首相署 那照你这个 照你这个说法 这个马秀将和 这个 魏加强 现在已经挤到 权力中心里面去了 这个当然 他在首相署里面 首相署是权力中心 但这两位 作为这个首相署 部长的 不见得一定 在权力中心里面 因为 真正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还是 首相署的经济策划 角度跟 首相 经济 国家 经济理事会里面 这个做决定了 因为 你如果 真的了解 了解的话 那么首相署 经济策划 他会其实 他有正副首相 部长 他不开玩马 在里面 包括这个 这个 基本上 以财政部长 组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小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在 也许你没有注意到 过去马来西亚 这个 部长 不扮演角色 你可以看到 尤其是 这个 马拉第时代 这个 九十年代 部长 这个发表 这个 消息 或者 招待 记者招待会 发表 这个政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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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啊 所以每 天有 甚至有时候是 一天有 十五个部门 在给 记者招待会 的 在发布 这个新的 政令的 那么现在 我们看不到 因为 因为如果 你在看回去的话 你就知道说 因为部长 能做的 能讲的 能发表的 几乎没有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我们 这个部长 到底 怎么呢 我想 可能 华社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说 哎呀 我们没有部长 在这个内阁里面 我们 很多这些政策 没有通过辩论 然后就通过 当然这个 这个有 有一个 是一个估计 但更重要 更重要 就是 作为行政单位 而言 作为一个 管理这个国家 其中 分门 别类 这种部门 我觉得 这些工作 几乎都已经被 吸进这个 这个首相手续了 所以 马华当然 现在有 有部长进去 那么 民政党也有部长 那当然 这个是 好 这个有 好过没有了 你完全没有的话 你真的发言了 这个机会都没有 但是进了去之后 能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我还是很怀疑的 那你发言机会 没有的话 你就也 也不会被当成 政治剑拔来打了 对不对 当你有发言机会的时候 问题是 反对党 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反正是 你是 可以说是五牙牢狗 那么 既然是 这样到我 既然 你如果没有在内阁里面 你还可以有一个理由说 还有一个 对啊 我在里面 是啊 然后你进去里面之后 那我倒 我就来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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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对于法律政党来说 进阁 入阁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得不偿吃 你看你刚才所讲的 得不偿吃是怎么解释呢 怎么讲啊 我听不到 你刚才说的得不偿吃是怎么解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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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到里面拿到真正的权利 可是 你这要承担这个 好像名义上得到了这个 权利的这个 这个代价 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所以一旦你没办法 试试 这个 自行你的权利的时候 你没有接自行的权利的时候 那你就面对外面责任啊 然后也回答 然后也回答不住啊 你又不是回答说 当家不当权的一个问题是吧 嗯 这是过去马华中 面对的一个问题来的 嗯 你刚才所谈到 就是说好多华团的领袖 都要求 马华 民政赶紧去入阁啊 但是你看这些华团 当然华团领袖 多半都是些商人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你 我想问你 你这个杨中礼集团 这个杨素斌 或者说这个云领集团的林郭泰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什么 呃 呃 这个这个叫什么 那个 民政赶是哪个集团 那个 郭佳亚 郭佳亚的 成功集团的老板 他们要办事的时候 需要找这个马华 他直接就 他直接就 到 可以可以 邓唐中士 跟首相署 就可以 可以沟通了 这个不需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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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嘛 这华团要捧着这些 这些华裔部长们干什么呢 这个必须要这样来看 因为 整体华社 他不 只是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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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财团 因为华社 面对种种问题 包括说你地方上的 比如说 你如果真的是不入阁的话 你面对的就是 我在地方的议会里面 我也不能进去了 嗯 然后我在这个州政府里面的 这个州行政院 我也不能当了 这些问题 它是一连串下来的 嗯 所以你 马华的社交 在特大联所通过的 那个特别议计案 所不参与这个政府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呢 达成这个岗位呢 它是 这一条件 画下来之后 变成 马华 就华社会 在地方上 都面对问题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 才有 大家有这个呼吁 说有这种心 你最好还是 回到 回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 我所 我所感觉到的 这些马华的 这些 政党的领袖 嗯 往往都是这些 商业巨子啊 这些大亨们 手上的棋子 哈哈 我觉得 甚至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当上 棋子的这个资格 哎 连棋子的资格都没有啊 好多人都是被包养了呀 你知道吗 这好多这些领袖 都是被包养的 我看了好几潮了 对吗 这就是你的意见 这个是你说的 我没这样子说了 总之是这个 当然作为马华 这个政党 他作为一个 华人这个代表 他也有他的难助 因为 他在大选中 他没有拿到华人的选票 所以你的腰也抑不起来啊 因为 所以他反而很多时候是 因为马来票而过患 还变成国会 然后才有这个入格 所以 那你怎么能在这个给你 给你这个 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给了你这个选票 你才有机会入格 然后你还要这个那么争吵吗 我觉得你没有这本钱啊 所以这个马华的这些议员呢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难处的 我们就平行而论啊 但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这样子而能原谅一个这样的局面啊 也不能对这样的局面妥却 但是他事实是就是这样子 他不是只有他们难处 他难处太大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举个例子来讲 这内阁现在35个人吧 35个部长吧 对吧 我昨天还看一个漫画 那个桌子老长老长的 你看过这漫画啊 这35个部长开会了 咱们谈这个改改这个什么宗教课题了 啊 就是有有有魏家祥和这个马秀祥在那 就谈了就说啊 这这这个不是魏家祥 这个魏家祥马秀祥还有这个谁 然后三个人要面对35个人 其他的32个人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多大的声音啊 他能说有容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 在内阁里面谈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已经已经已经过了容了 因为你这个问题其实连在地方上都没办法解决 你看啊 你你你那个法庭判决里面说这个 没有问题了 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呃 这个圣经里面这个 这个没有没有煽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归还了 是 可是你看 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有个男爵 这个雪兰的这个回教 回教 呃 回教 部门 他他他不可以不可以交易啊 嗯 然后警方也不能去自行这个法庭 没有因为其实这个是法庭下了一些 已经做了一个判决 其实就应该尊重法庭的这个判决 来来来来来做后续的行动 嗯 但是他没有啊 那么警方也不敢去执行啊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总警察长作为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法律 嗯 自行者他也也也也也也也无能为力啊 嗯 所以你当就在下面这个城市里面已经闹到一一一团糟了 那么你部长上面你能做什么啊 嗯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呃 这已经已经已经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所谓的马华对不进内阁的问题了 这已经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在体制上本身呢呃呃没有办法应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 当然这也包括说我想这些呃中这些宗教组织呢可能在平时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呢呃也赋予某一些工作和任务而造成他们的这个权力已经膨胀了 嗯 我觉得应该是正的 但从逻辑上来讲啊就是作为纳吉作为一个首相来讲他他把马华民政这几个人拉到这个政府里面拿拉入阁呃呃他应该说是呃我觉得对国阵对政府有好处我才把他拉进来 或者是说啊我没办法因为这国阵的那个这个架构就是这样我不不把他放进来我就没法交代啊 啊不我觉得首先有这个特权他不跟你是可以的因为以前在1970年这五一三发的时候马华也没有入阁啊他也是一样啊啊这个这个这个到不见的一定是是有这个需要 但是啊那如果不是有这个需要他一定是觉得哎其实入阁对国阵对政府有好处他才把他们拉进来 不不要忘记这个首相在这安顺补衆的时候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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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了 那承诺了只承诺了一个马修强啊那马华也留了一个位置给他啊啊是所以你要很快就宣布不然的话这个安顺补衆过去了哎已经胜利了这里其实是不宣布 那你你不是不是这个开空都支票是但那只需要放马修强跟或许一个部长而已那为什么还要怎么做 主要就是你只要从部长你不能一次不断的点击下目的你就是坚韧的你不要忘记这个307这个马华事件 让他这个这个他这个表弟这个表弟当了冤大头就是硬硬去撑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部长本来就不是他班的他只是坚韧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很快的交出来的 所以这整整种种的问题也必不说这个首相他必须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这个因为你接下来这个马航这个问题 你还有很多国际诉讼的问题啊你还要接着这条逻辑进这个国际拯救的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压在这个一个一个人担任两个重要的部门啊 一个是内政部一个是一个是交通部 他没有我我你看你你整个内阁里面有35个部长 片面有一个一个两个中概部门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这这也不合理了 是 所以他他也必须很快的举行这个问题 那那你认为为什么那机非得让马华入阁呢 或者是说你刚才也说现在的权力机构都集中在两个部门吗 一个是经济行动理事会 另外的刚才刚才你说是什么来着我忘了 这两个部门 我们先谈这个内阁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内阁他存在有没有必要呢 哦他还是有他必要 因为你很多自行 因为你存国家里面有很多这个部门 这部门总要有一个 你尽管他是虚设的都好 他还是一个部长 那么那么你你这个推行工作 你自行工作的总是要与这些人去做 你可能这些部长也不再像过去 这个马哈迪时代 他有这个政策 这个决策的权力 甚至是有在这个内阁会议里面 有这个可以拗手挂 可以跟你这个进行播 跟你这个辩论的这个权力 现在的部长你一看下去 就已经变成是属于华人的这个区块 然后在印度人的这个区块里面 全部都是很资历很浅的这些部长 那你怎么可以进入这个内阁里面 就跟首相副首相内政部长 其他的武统的部长来辩论 你是出歌啊 所以其实这个呢 也不见得一定是很刻意的 把这个内阁的权力收缩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首相署里面去 其实在很多 你一个客观的环境 客观的条件里面 其实也间接的形成一个家 目前一个家的格局 但是你内阁又不能没有 所以让这个华人这个马华的部长 马华的这一员进来 作为当一个部长 其实他一方面也有安抚 华社的作用 然后其实你尽管说 华人的选票跑了很多 但是你不能这个就这样子 就就就就轻易的这个 这个放弃 你要在来这大选里面 你还要再争取为华人选票了 不忘记安顺这个选区 你看到他转机啊 你不能讲说华人没有支持啊 华人在天明就在这个 你根本不是那么看好的 这个情况之下 他票投了回来啊 所以你不能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作为 作为这个一国的这个领导人 你不能请人放弃 再更何况 其实我们 在看我们的这个全区处境划分了 其实一向来 华人的选票本来也不是那么的 很坚决的支持这个过程 即使是马华 就是在2004年 马华跟民政 这个 这个总共 这个拿到国会议席里面 在222个议席里面 然后差不多 这就50个国会议席 这个是 这个是 把这个行动党的 这个 这个打到这个落下流水 即使那个时候 华人选票其实还有 50%是在反对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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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 只是因为我们选区 就是划分的问题 那么只要相当 大概是一个 大概是40%到 30%到50%之间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选票 过来国阵的话 其实 马华 就去 马华 这些国 华人的这个国阵政党 就是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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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少国业 把所有的这个国外选举都划完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 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 手向所要求的其实就是 你还选票 只要稍微一点的过来 其实 整个政局就稳了 这个就是 我们的选举制度 所 所造成的我们政治 我们的政府本身 我们的自政党 所做的考量的一个基础来的 嗯 所以 你不能说 我还都不支持 所以不要 也不是 因为他只要有一些 稍微有点代表性的一个选票过来的话 那整个 国家其实是 没有认了这种 这种目前一个这样的情况的 嗯 啊 好 谢谢吴先生 今天分享 今天对您有很多的支持 给我们的提供 让我们的小马 又多了一层的思考 谢谢您的分享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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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多了解一些这个马华 在这个内阁里面的作用 也了解马华 在这个整个马来西亚政治生态里面 所扮演的一个一个决策 好 所以我 我就更加相信 这个纳吉的弱势平衡策略呢 是有效的 这是有效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呃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 呃 冒出了很多很多的乱象 冒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呃 不同的呃 派别和意识形态 比如说呃 你看了 过去又有了土权呢 就现在又有了木连线呢 呃 现在又是这些宗教的呃 这个课题 改教课题 强诗课题 一大堆课题 现在一大堆的乱象 一大堆乱象 有一大堆的说法 你光是呃 这两天华社的这个教育课题了 呃 这个课题 那课题就有一大堆 好 那就是争吧 啊 这越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碎块 啊 我们就讲那个意识形态板块 越多的这碎块的话呢 你越不能够收拾 你越不能够收拾呢 其实呃 在今天一个弱势政府的状况下呢 反而是对他的这个管理 对他的统治来讲 是越稳当的一件事情 对啊 今天今天通过三位人士啊 加满还有调金生 还有威先生啊 他们不同的一些见解 让我们对于马化入革 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明天呢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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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